哇 其实今儿就等这个 招牌啊 大厂的肉饼 肥香肉饼加 哎呀 这种 兄弟们 咱们进京了啊 哎呀 我的喂一下给打开了啊 你们别说北京什么美食方摩 我特别喜欢这北京的东西 爱喝豆汁 涮肉就更不用提了 然后还有乳煮 炒干 还都是我爱的 今儿个咱到这个京郊了啊 大厂著名的肉饼 配牙医药 天花板夹子药 这家店在当地相当有名 对 哇 这肉不少啊 这么大一坨肉 这我们也不乱 哎 肉确实不少 这是淮香 这个擀出来应该很大 这顿 对 来 炸一下 来 炸一下 哇 好 哇 其实今儿就等这个呢 招牌啊 大厂的肉饼 跟香河肉饼这不一样 来吃 舒服 烫 看这边夹着肉 哇 特别油热 这肉这汁水还在比较 你千万要拿换鞋子 增减的骨肉 香河那种粉是炸的 这是牛肉 放在西安吃那个 牛肉大葱汤的三方水饱 嗯 炸羊饼 哇 来一个哇 这是他们家招牌 这羊饼是真够热熟的 嗯 嗯 你不用热熟 一口就下来 香甜的 鲜鲜的 细咸的 它这个羊饼做的 没山味 这一节 改变了我对这个 羊饼这个认知 我在方畅吃的 胡辣羊饼 它们大做的 山味呢 这是目前啊 我吃到让我 非常经验的羊饼 这么好的菜单 得吃点小酒 还有 甲子叫 或者鸭子叫 天花吧 甚至我感觉比服务 还有更多特色 后段的叫嚓 非常容易 这得喝一杯 甲子叫 我相信任何人喝到 甲子叫 对甲子叫都会印象深刻 炸熟了 看 外的是面 里边夹的是肉 这摄影师说 这个超级滑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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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以为这外面 就是面呢 就是豆皮 里边爆的肉 北京这菜脱味 鲜甜 他肉条 哎呀 这个看着不错 看着肉 牛肉 红烧味 刚刚四川到骨头 你看吃这个 完全凉了 这个菜是下面食材特别的 我把人夹着吃 啥感觉 茴香肉 加白叶 最早 哈哈哈哈 我觉得茴香跟香菜是鸭肉味 最奇怪的 骨菜 爱的人 爱的不得了 吃不了的人 这就是这些 可以吧 不我不会 哎呀 有点不密封 哎呀 好吧 你呀 对 那你老百姓 那你老百姓 不知道 你 感谢观看